大家好,我是杨梅国中张正敬老师 今天我们要对于二之二更式运算的教学做课程说明 第一个部分是教学目标 设计理念我们包含了议策学习,分组合作学习 然后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二个,学习表现部分 希望学生能够理解二次方根的意义 还有运用到生活解决情境的问题 学习内容就是二次方根的意义 以及根式运算化减四则运算 核心素养部分包含系统思考问题解决 还有运用符号沟通表达 还有最后是人际关系与团队合作 在课程架构教学架构上 我们设计了第一个采用议策学习单 让学生去思辨 去先自主学习思辨这个章节 第二个,在教学过程中我们采用提问式的教学 引导学生,然后不直接给学生答案 而是引导学生思考 第三个部分是小组合作学习 我们会让小组之间产生互动 第四部分就是我们会融入一些多媒体的教学 多媒体游戏融入 第五个部分就是我们自制的桌游根式减红点 让学生在游戏中能够学会根式化减的概念 第三部分是教学特色 第一个部分我们会采用翻转学习,也就是利用议策单 让学生去进行思辨,去进行课程的先预习的部分 第二个是自发互动,提问式的教学 以及分组合作学习能够让学生产生自发 而且互动的教学 再来创新教学的部分 就是我们融入了多媒体自制桌游 第四部分多元评量 我们不单只是纸笔的测验 还包含了议策单的一个评分 以及提问桌游的方式来进行评量 这就是本章节的一个课程说明 谢谢 带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游戏桌游 好,那我们先来复习一下 什么叫做最简方根 最简方根的意思就是将根次能化成A到B的形式 其中A要是整数分数或小数 B要正整数 而且B的标准分解释中 直音数的次数都是1 简单来讲B都不含有完全平方数的成分在 好,那像4跟号3它就最简根式 因为3基本上它没有完全平方数在里面 好,3跟号2-7跟号3,2跟1跟号15 这些都是最简根式 是下一步是什么 跟号48要编成最简根式 下一步应该是什么 要拆成什么 也就是说拆成完全平方 你要拆成什么 40号 40号我回来吗 这个是什么 我被你看到了 那你回答下一个 这一个应该是什么 还是我遮回去 这个应该是什么 就是你要去做标准分解释 然后下一个应该是什么 应该会写成 2的4次应该会写成某个数的比方 4的2次 然后乘以3跟号3 有没有比 因为这个部分 它可以开出4的平方 也就是说它里面有16 16这个数字 它48是不是拆成16乘3 16乘3 所以是 跟号16乘以4 跟号3 跟号16可以拆出来变成4 所以是4跟号3 这样同学了解吗 好 好 找个同学来 44号 对不对 你最后一轮的吗 没关系 我给你3分钟求救 等一下再来问 那我们来第二题 来第二题要怎么做 37号 37号 对 我也觉得你3分钟 要评分回答吗 会吗 这一题 这个会吗 你第一次会 我就加比较多 会吗 应该会 不懂你会看到答案 好吗 好 大家还在思考 好 那我像啥 我开放第三题 会得几举手 加金牌 但是 一二轮加的跟三四轮加的比例仓的统号 来 我们现在就来选择座位最接近的 好像比较公平心 8号坐哪里 8号坐哪里 到我们旁边 来 这一题要怎么做 根号12乘以根号20 要怎么做 要怎么做 第一关怎么做 2根号3 乘以 2根号 很好 不是直接乘 通常你直接乘 数字太大 不好处理 你应该是 分别先去做最简单 跟 这样就好 来 那接下来呢 等一等 4根号15 很好 就是数字跟数字乘 根号跟根号乘 所以是4根号15 这样同学要对吗 来 这个游戏 嘿 每人好泡鱼 等一下呢 呃 我们会抽个组一个带点 下来 如果你全过关 你应该几个加几乎 不容易哦 加多少 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 二十 二十 再来一次哦 根号3 ok 好 然后 2跟号2 3跟号2 ok 根号5 这都很简单哦 根号3 是2 2跟号3 是根号3 根号18 不多少 2跟 3跟号2 ok 所以你要全过关哦 一招 那第二招 大家可以帮忙切 一招 你俩一手 三招 一招 二招 好嗎 第一關 好 第二關開始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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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氣拳 等一下 同組 好 現在是在這樣 我們就是氣拳喔 很簡單的 第二關還是很簡單啊 你可能在側邊一點 第三關 第三關還有這種皮膚喔 這太簡單了吧 我都會 我覺得這一個更好氣而已 哇 刺激喔 喔 不行 按錯喔 按錯就有GG喔 還有12是甚麼 來 錯啦 好 結束 好 到第三關啊 好 到第二關所以他現在開始到 三十 過一關就死到了 然後 攻擊身 媽媽呢 這麼緊貪 也 Pandemie 欸 防守梅先生 也滿強 Sum 一十道囉 OK 你要坐著可以 我們剛才沒有講啊 還有更到六的喔 喔 好強喔 哇 你好強喔 好 三十了喔 再來一次就九十喔 這不是六十喔 可不可以看得出來 別人沒好看 他好像吃飯一樣 很簡單 可不可以看手機花很多囉 可不可以看手機花很多囉 好喔 不會了 可惜喔 那有做跨檢最檢查的嗎 呃 沒有啊 沒有啊 就是你過三關 他最多就是三關 OK 好 輸入新品 你還是要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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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你還是要吃飯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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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換你兩分鐘 你要補四張喔 你要補一張自己 拿走拿走 對 哇好刺激喔 每一組都這麼強喔 兩分鐘 那你就補過 你把我排看出來給人家看 沒關係 大家去幫我看有沒有 前面四個都很強耶 他們都已經吃了 吃對嗎 我們不知道 有看到了 216216是多少 蛤 我去查一張錶 我有抽錶 我也輸秀 對不對 等一下我們可以幫你驗證對不對 蛤 對 對就繼續 有沒有來加速 好 補牌加速牌 補牌加速牌 對不起 欸這間是藍牌的 其實我有密集 好 那有沙龍 等一下 125喔 對 沙龍要翻喔 記得沙龍要翻 欸 補牌 欸 補牌了沒 欸 補牌了沒 好來 兩分鐘 欸 誰幫忙計時 他們這一組都比較強 我們計時一分鐘就好 誰有抽表誰計時一分鐘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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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老師我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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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我抽地打開 有那個馬表來 拿馬表來 我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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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個 再一個 再一個給我 給我 好 他們越來越刺激了 越來越會帥 我 我還是精英中的精英 應該要精 你會出長了 還有精英大型的 為什麼我比較困惱 這都竹長了 在一起 在一起高能的 在一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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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是誰 來換你啊 這件換水 你先放看我的答案 我可以答你啊 這下有這個人可以開 這個人可以親嗎 這個人可以親嗎 做了 快點 做了 不要開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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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做了 好可怕啊 現在換你 現在放大他的力 來開始喔 我跟誰 我跟誰 跟誰 沒有牌 班公牌 沒有牌 班公牌 然後下一位 開始 剩下50秒 40秒 30秒 30秒 沒有啊 這兩分鐘 對啊 如果不確定沒有 留牌 吃錯了就不行 喔 也沒有 哇 好生氣喔 現在平運氣喔 對對 換你換你 哇塞 真的 嚇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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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說 來喔 我幫他先洗 這個剛剛應該不是記錶了 對 換你 來 來 一分鐘喔 換你喔 換你喔 好 你吃了沒 好 換你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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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有壓力 沒關係 你有一分鐘 熊 這簡單啊 好 時間到 好 最後一次 好 給你們吃完 好 給你吃完 來 faj calling 有沒有好吃 這一輪好了 這一輪好了 不行 不行 來 沒有沒有 要等他 等他 他有沒有好吃 有沒有 5 4 3 2 1 有沒有 好沒有 等他 等你 等他一輪 他重新一輪 沒關係 有好吃就吃 吃調湯 來來來 吃碗來 有沒有 5 4 3 2 1 來下一個 好 來吃這個 來 5 4 3 2 1 找不出來 來換你 我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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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啊 你還不吃 啊 對 來 夜蒜幾組 夜蒜幾組 第一個問題是 對這節課與一般上課有何不同之處呢 我覺得就是這節課比以往的像一般在黑板上面寫字上課這樣來的有趣 因為他運用到了一些電子設備並且融入了許多遊戲 第二個問題就是在上課過程中我最欣賞最喜歡的地方是什麼呢 我覺得我最喜歡的地方就是根式的減紅點 非常的刺激有趣 而且還可以跟同學們一起互動 增進了友情 然後第三個問題就是我覺得這節課在教學中幫助我哪些部分呢 幫助我更了解了更是如何做畫簡及有理化 讓我在數學這方面更加的呃更加的好 呃 第四個問題我覺得老師在教學中可以更好的地方是什麼 我覺得在課堂內容中可以結合一些小小的故事 讓內容更加的豐富 第五個問題我希望老師可以給予我什麼協助 希望可以在我的國中生涯裡幫助我的數學更加更加的進步 最後我有話想對老師說 老師謝謝你 呃 課程推薦子是不是 五顆星 老師最棒 第一題 和一般上課有何不同呢 就是以往老師上課都是在黑板上面寫題目 我們再來做 跟一般古兆法威的上課比起來會更加的數位化 因為這次上課老師是用黑板上面的電子白板來教我們 還有自己做的簡報 這樣的話呢 除了會更有數位化還有一種現代感 而且有遊戲的互動也能更加的好玩的上數學 同學比較不會睡覺 第二題 你覺得哪部分最有趣 為什麼 我覺得更式減紅點的部分是最有趣的 因為以往我們在做更式的題目的時候 都是有各種奇形怪狀的題目跑出來 我們都是要自己去做那個題目會很煩 但是這一次的更式減紅點老師設計的是以撲克牌來玩這個更式的題目來做 而且最後還有獎勵 這樣比起以前的那種上課方式我覺得會比較活潑 會比較好玩有趣的學習 第三題 這個遊戲對於學習跟號有何幫助 這個遊戲呢 對於學習跟號就是 你可以利用這個撲克牌上面的數字來進行流理化 來獲得贏的勝負 那你會覺得這個東西是一個有勝負的 你是在玩遊戲 所以不會像以前一樣就是你要做題目 然後還沒有什麼遊戲之分 真的呢 會讓你因為你想得到第一名 你就會想要做題目 你就不會覺得喔好煩喔 怎麼都是作業 第四題 還想再玩啊 我還想再玩 然後 因為這個遊戲我覺得老師設計的非常好 我也覺得那個如果以後有類似的遊戲 我一定也會想要再玩 第五題 如果要給一到五顆星的評價的話 我會給五顆星 因為我也推薦以後的學弟妹也可以玩這個遊戲 因為這個遊戲真的會比以往的遊戲還要更加好玩 不會那麼古早發味 謝謝 李卓貴 我是來不估計 我是來不估計 李卓貴 李卓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